花盆里种菜,比肥药做好 这种菜没有肥药的话,长得就不好 这个已经腐烂了 这个一捏着都已经肥药了 所以把它放在这里面,上面再加一层土 这个是整个橘子里面,一个橘子没吃得烂了 这个是整个的,不太好腐烂 放在这里面 这个香蕉皮放在底下 有时间的话可以把它捏得更碎一点 没时间就这样 上面加上土 加上土之后就直接种上这样 我打算这两棵种葱 这样整个冬天就不用到外面去刷葱了 也不用去买葱了,因为葱吃的比较多 这个现在长得很好 我去挖点土 我去挖一条挖土 我去挖的这里面 继续 是 我去看看 你去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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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期待今年冬季有新鲜的大葱 花盆里不怕冻的香芹可以采收了 中国香芹很好的调料菜 像这样的中国香芹种在花盆里 放在室内吃一冬天没问题 做调料或包饺子都非常不错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